大家好,我是大野猪 本期视频要来说一下很多新朋友来询问的 我没有火C,只能在萧公和可莉中选一个 我应该选谁 在详细分析前先向大家送上一波欧气 先祝所有点赞的朋友单抽出金 投币的朋友角色武器全部带回家 三连关注的朋友十连满命满金欧气爆棚 首先我们从XP上来说 拥有了可莉以后就好像在游戏里面多了一个女儿 请把有其他想法的人抓起来 想想看,如果可莉成了女儿 那么Alice就成了A 接着是萧公,很活泼很可爱 当然活泼多一点 还有一些些的性感 拥有了她就感觉每天都很开心了 所以只能二选一的话 就看你是喜欢活泼还是喜欢可爱了 接着我们从两位角色的定位来说一下 虽然都是远程 但是可莉的射程比较近 更像近战法师 所以两位角色玩起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莉满级突破后可以获得28.8的火伤加成 命做方面并没有机制变化 也就是说0命也可以做主C 优点 持续输出能力强 技能是多段伤害 缺点 攻击距离比较短 需要输出手法 接着是萧公 满级突破以后可以获得24.2的暴击率加成 优点 输出距离远 单体伤害非常高 缺点就是普通攻击容易脱把元素爆发伤害不够 另外可莉对比萧公在新人朋友们这里有一个优势 就是他的突破材料是在蒙德和黎月前期就可以获得 而萧公需要开了到期地图以后才能获得 接着先来演示一下萧公 萧公一般来说是搭配夜蓝或行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射起来还是非常的爽的 噶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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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噶 可莉的重击是没有办法触发行秋和夜蓝的大招的 但是可以配合其他不需要普攻触发的角色 而且可以看到伤害也是非常可观的 虽然弹道有点短但是还是可以打到雷鹰全线的 从前面的演示可以看到 灵命的萧公和可莉其实也差不多 所以只能二选一的话就看你到底喜欢谁了 至于可莉和萧公未来会不会被针对 会不会退环境能不能保值 我觉得未来的事情未来才知道 抓住眼前才是最重要的 最后向朋友们求一个一键三连 祝单抽出金十连买命 野猪每天会更新各种资讯福利 朋友们可以点个关注 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信野猪 谢谢